不学无术 指的是没有学问也没有本领 这一成语出自邦故所著的汉书霍光撰赞 其中的原文是 燃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 大将军霍光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 深得武帝信任掌握朝政大权四十多年 为西汉王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军 汉宣帝刘荀继承皇位以后 立许妃做皇后 霍光的妻子霍显贪图富贵 想把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军嫁给刘荀做皇后 于是便趁着许娘娘有病的机会 买通女衣下毒害死了许后 然而最终毒计败露 那名女衣被关进监狱 此时霍光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等事情出来了 霍显才告诉了她 霍光听后非常惊许 就把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隐瞒了下来 霍光死后有人向宣帝告发此案 宣帝派人去调查处理 霍光的妻子家人和亲信被满门抄杂 东汉史学家评论霍光 不学无术按于大理 意思指的便是 霍光不读书没学识 所以才不明白关乎大局的道理 这便是成语典故不学无术的由来